KR8 Experience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冰 我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來找我喔 好啊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的話 也請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室內裝修的時候 會常用一個材質就叫做木頭 那我們今天指的並不是講石木這種木頭 而是說我們木紋的一個配色 因為呢今天不管在地板的話 我們不一定有石木地板或者是超耐摩地板 或者是像櫃體我們可以使用系統櫃這種建材 但是呢在木紋的配色以及它使用上面的時候 大家通常都會眼花撩亂 甚至就會有種選擇障礙 那我們今天就用簡單的幾個方向來告訴大家說 你今天的空間想要營造的氛圍的話 你要選擇什麼樣子的一個木紋 那今天我們就會挑幾個重點來跟大家講 好簡單來說的話呢 這種木紋的種類我們先用以彩度來決定 那這種彩度的話我們會分成五彩度 跟帶黃跟帶紅三個方向來講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第一個就是五彩度的一個系列 那五彩度的色調是指什麼呢 指的就是白灰黑像這一類五彩度的顏色 因為它本身不帶色 那這種不帶色弄在我們的居家空間裡面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今天如果說你的家具 並不要選一些很一般的顏色 你可能想選的是紅色 或者是帶重色的 比如說像紫色這一類的 它本身需要明顯鮮艷色彩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在一個全白色一個五彩度的空間裡面 我們丟上了一個紅色的沙發 它就會變成一個紅色的空間 好那我再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用了一個紫色的沙發 是不是完全的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呢 五彩度的話很適合就是當一個襯底的一個角色 它基本上是個背景 然後去襯托出你想要去表現出的一個東西 像這樣子的一種風格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五彩度的一個來去做一個搭配 那適用於我們的木紋也有 我們木紋的話也會有所謂白色系的 灰色系的黑色系的 這種的方法都可以來去搭配你這個空間 來去呈現你要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來我們來講第二個就是 帶黃色的一個木種 那這種帶黃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比較屬於有個性一點點的 那這就是大家第一個聯想到 這種木紋的顏色 那它最常用的地方 比如像是無印良品風 或者像北歐風 這種跟明亮掛上等號的一個設計風格的時候 通常它們都會選擇一種黃色系的這種木紋種 那這種黃色的話呢 如果今天我們跟剛前面一個五彩度一樣 我們選的是低彩度的 就是它的黃色素比較少一點點的話 它就是比較一個淺色的一種木種 那基本上它也是屬於在百搭那一邊的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偏濃一點點 帶黃一點的話呢 它基本上這個顏色就帶有點個性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去搭配了一個家具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去用重色的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比較比例的跟調配 所以呢今天這個東西呢 這就是屬於帶黃色系的 好那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五彩度的一個色調 或者是像我們講 低彩度的一個黃色木的話 基本上都是百搭的 所以它去搭配我們一些鮮艷的顏色 比方說大家知道的紅橙黃綠藍鏈子 這個紅橙黃綠藍鏈子呢 只要套入稍微偏白色階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稱之為馬卡龍的一個色系 那如果說它今天套入的是一個灰色階的話 它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個叫做莫蘭底的一個色系 那基本上這些顏色呢 配上低彩度或者是五彩度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是百搭的 所以比方說你今天你喜歡的是一個北歐風 你喜歡來刷一個莫蘭底的一個綠色的一個主牆 那我就會建議你可以使用五彩度的一個配色 或者是一個低彩度的一個黃色木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你的一個氛圍去做出來 那如果今天你的黃色木的一個濃度很深 是偏很黃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去搭配的 搭配色可能就是屬於五彩度的 它本身就具備一個很重的一個個性 它就是一個黃色的一個底 所以你搭配的資本 你就不能去跟它去做一個衝突的一個配色 你不可能用一個很濃的一個紫色 再去配一個很黃的一個木頭 這樣子的話你就會選擇這個顏色就變得很沉重 整個空間的話就感覺比較不舒服一點 好那我們來講第三個 那這個第三個的話就是帶紅的木種 那這種帶紅的木種這種配色的話呢 因為它顏色通常都會偏暗 所以它就會帶著比較沉穩一點 甚至我們也可以說是比較老氣一點 那今天我們如果說像我們 年輕人喜歡一些比較明亮清新的 像是無印良品風、北歐風這一類的話 那這種紅色的木種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但是呢因為它比較有質感的關係 它適用在哪一些風格呢 像是中式的 或者是像是日式的禪風 這一類的一個風格的時候呢 用這種紅色的這種味道就會特別的到位 那它可以搭配的顏色也相對比較重 比方說它搭配的食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重色 像是黑色的這一類的大理石 去跟它做個搭配 那因為它帶紅 然後顏色比較暗的關係的話呢 它給人家的一個感覺就是比較豪華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的空間不是很大 這種重色的東西面積過多的話 就會變成這間房間反而會 反其道而行 它會變得更小 然後變得更暗沉 然後這個空間感覺更沒有一個空間感 所以呢像這種帶紅色的木頭的話呢 我建議是你的空間有一定的程度 剛好你也喜歡這個風格的話 你就可以適用於這一種木頭 來去跟你搭配做使用喔 好那從剛剛講的就是一個彩度的變化 我們從無彩度到變黃色 再變紅色 像這樣子一個就是 越來越鮮豔的顏色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想追求的是一種明亮的感覺的話 那基本上帶紅的這個木頭 就跟你算是沒有什麼關係耶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選比較沉穩的話 就是往這邊靠 那如果想要比較明亮清新的話 就是往無彩度或是低彩度那邊靠 這樣子的話 你很快就從那個彩度 就會找出一個大方向 那先從這個色系找出一個大方向以後呢 再跟大家講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那就是一個木紋的一個紋理 是大花還是小花 那所謂的小花呢 就是指這個木紋非常不明顯 它可能是細絲的 或是它的紋路就是非常的小 那所謂的大花的話 就是屬於比較粗礦的花紋 比如說像我後面的這一個 它就算是紋路比較大的 那大家在這個選擇的時候呢 像是裝修廠商或是設計師 在給你看樣本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個比較小片的 那我們可以設想一下 像這種板子在比較小片的時候 它的紋路其實在一個小塊的樣本上面 佔比色非常的大 但是呢 我們就覺得說這樣會不會太粗礦 這板子看起來這個比例感覺是這樣子 但是當我們把面積做大了以後 其實我們來看 這種紋路其實我覺得這是剛好而已 那為什麼我不建議做小花呢 因為這個小花這種東西的話 是非常看那個材質的一個質感 如果你今天選的是一個石木 那它的這個紋理非常的明顯 然後摸出來還有一些觸感的感覺的話 這種小花的木紋種其實都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如果是像我們一些替代的建材 比如說像是超奈摩木地板 然後或者是像系統版這一類的話 它的表皮基本上它是印刷的 那這種印刷的話呢 這種小花紋的話 這樣看起來就會很像是 像加熱斧的一個櫃子 或者像是你去從五金行去買的那種那種書櫃 又帶紅色的 大家應該可以想想要出來 那像這種系統櫃 基本上你就已經算是一個定做的一個家具裝潢的時候的話 你可以去決定它的花色 我通常都會建議大家 直接去選大花紋的 因為只要你先決定了你的色系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風格是走粗控那一邊的 還是要走比較明亮輕輕這一邊的 那如果說不管是怎麼樣的話 你將你的花紋加大一點點 總是會比較個性一點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也會比較有一種搭配性 或是一種層次感 那如果說今天你把這種花紋弄得很小的話 基本上它就跟一個單色的一個色塊 在這邊沒有什麼兩樣 那它看起來的話就會比較死板 看起來比較不活潑 所以我都會建議 大家如果在琳瑯滿目的建材裡面 不知道選什麼的話 如果你覺得沒有差 那的話 我就會覺得你就直接去選大花的 選大花的話 你的空間看起來就比較活潑 那如果說你對這種紋路東西 你是基本上你是很有研究的話 那小花跟大花 你再自己去做功課 然後再去跟你的設計師也好 跟你的裝修廠商去洽談的時候 你可以講出你的一個需求 好的 那基本上的話 彩度 你先把它抓出一個大方向 然後再去決定你的花紋的大花小花 基本上應該你就很快的 就可以把你的空間 想要的一個木紋 去做出一個定案囉 好的 那今天這就是我幫大家總結的一個重點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是阿斌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